指挥中心昨天表示 台湾目前口罩供应稳定 国人如果没有购买口罩的需求 可以透过健保快一通 将余额登陆捐赠 除了捐口罩呢 今天多位立委 也向日本大阪捐赠 2300件的防护衣 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 亲自到场感谢台湾 更说台湾在苦难之时 仍是伸出援手 是真正的朋友 专门防护衣的纸箱 贴上日本加油字条 由立委郭国文何志伟 黄国书等人发起防疫外交 捐出2300件防护衣 给日本大阪 28日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 也亲自感谢台湾 更表示台湾跟日本是真朋友 虽然目前台湾 本身仍然在生活上 有一些不太方便的限制 但还是对日本神之援助之所 在苦难之时 仍然身所上缘的 还是真正的朋友 今后也将更加努力地 调化立大双边关系 担任亚东协会会长 立委郭国文也表示 近日看到日本疫情不见好转 大阪市更传出院内感染 决定发起人道捐赠活动 并请厂商从国外订单中 抽取一些数量作为捐赠使用 报装媒体看到的是 看到他用热水来替充 这个隔离医 连防护医基本的设施都没有 那就站在我们这个台日友好的一个观点上 我们觉得在现在日本 需要医疗物资的情况底下 我们应该将这个医疗物资呢 送给这个日本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行动 可以加深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我们共同来把这次的防疫工作 跨国性的把它做好 郭国文也表示 如果未来指挥中心开放口罩等医疗物资输出国外 不排除再发起捐赠第二波 且对象不仅只有日本 还会考虑捐给其他跟台湾友好的国家 台湾说好 防疫外交 防疫外交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姐 叶云主 台湾台北报道